我们温哥华市的房主将要面临三个这样的空房税 第一个就是要必须在2月2号之前申报的温哥华市的empty house tax 我们俗称叫温哥华市空屋税 第二个是在3月31号之前必须要申报的BC省的speculation and vacancy tax 这个是属于BC省的一个投机控制税 第三个就是4月30号联邦政府刚刚出来的叫underused housing tax 所以这三个税是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等级的政府的 市政府的省政府的和联邦政府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详细的讲一下温哥华市的empty house tax 温哥华市的空屋税必须在2月2号之前就申报 所以我想大部分人都已经申报完了 那么我们今年202年的税率是因税价值的3% 可是到2023年就到今年 它的税率将提高到5%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房产是因税价值为200万的话 那你就可能就要交到5%要交到10万哦 对今年2月份之后新置业的朋友们来说就要特别注意了 尤其是很多人买完房子住一段时间又回国了 那你明年呢在2月2号之前一定要记得申报 那空屋税呢简单来说就是你明下的房产没有住 完全是空的情况下 而且必须是空超过6个月 因为你的房子可以是你自己住啊 或者家里人住呢也可以出租 但是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做 只是把它空在那里的话 那么你就要交税了 所以说对大部分的业主来讲呢 空屋税是不需要交的 但是你不交也是需要申报的 如果你没有在截止日前申报的话 市政府就会视同为你需要交税了 有的人可能呢在1月底的时候呢 就全家出去旅行了 或者是出差了 或者又申定了 那么就会忘了申报 那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你忘了申报的话 可能政府的单就会马上寄给你了 那你如果收到这个税单的话呢 也不要慌张 你可以直接打到市政府去跟他解释一下你的原因 那如果市政府批准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点罚款 但是也不需要你再缴税的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申报呢 那么就看我们下面的几个步骤 一 在您收到税务通知后 浏览屏幕上的这个网站 二 点案提交申报表 三 输入您的物业编码和密码 四 输入您的联络资料 并选择您的房屋居住状态 五 检查申报内容 六 点案申报以提交申报表 七 您将收到确认申报的邮件 这样就申报成功了 其实非常简单 你大概的五分钟就可以报完了 千万不要偷懒哦 如果你今年刚完职业 可以呢就是收藏这条笔记 就不怕找不到了 但是要说明一点呢 温哥华这个空屋税呢 是跟其他城市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你的物业是在列治文 本纳比或者是在高桂林树里呢 那就跟这个税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用管它 都说加拿大是万税之国 不过空屋税呢 其实是一项彻底的福利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呢 你不能空屋啊 你必须要出租啊 所以呢 就可以增加这个出租房的数量 以改善这个租房的市场 您觉得呢 我就要来讲一讲 BC省的speculation and vacancy tax 又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啊 它就叫投机空置税 它是一个省政府的行为 而之前的空置税呢 只有温哥华市政府要收取的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搞混了 这个speculation and vacancy tax呢 是根据屋主所在的区域来征收的 也就是说要指定一个征税区 那如果您的房子呢 是在这些征税区内的 那么不管你需不需要缴纳 都是需要在3月31号之前申报 也就是这个月31号之前申报 如果您不申报的话 那直接会收到税务局的短单 那我们这里打出来一张图表呢 就是让你看一下这个指定的区域 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个大伦地区啊 可是没有的跑的了 那么到底要交多少的税呢 2019年开始呢 加拿大公民或者是PR 并且呢是DC省的居民的话呢 每年交拿的税率呢 是0.5% 但如果你是公民或者是PR 不是DC省的居民 那每年要交拿1% 海外买家或者是卫星家庭的话呢 要交2% 卫星家庭啊 其实就是指其个人或者其配偶 他们全球的主要收入呢 是来自加拿大以外的区域 而且呢也没有向加拿大申报 所以他讲的税率呢 是要高一点的 那么我们一般呢 都会在2月中下旬的时候 就收到了政府的一个申报表 申报表上呢 就会有你名下的物业所在的区域了 还有你的物业的一个号码 那你用这个号码你填进去 就可以去申报你这个物业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重点来了 我们应该怎样来做申报呢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申报的步骤 大家可以follow我们的步骤 一步一步去做 第一步 进入投机与控制税的网站 点击declare now 第二步 输入申报信上面提供的code和ID 点击next 第三步 如果本人是房主 且房子由个人名誉持有 点击第一个 第四步 根据您的情况如实填写身份和税务基本信息 第五步 填写您的生日和社保号码 第六步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如实填写房屋是否自住 第七步 若是非自住 如实填写房屋是否有租客或朋友 家人居住超过六个月 第八步 再次填写和确认名字 联系方式 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提交完成之后 会收到政府发来的确认邮件 这样就申报完成了 我们之前讲了温哥华市的空屋税 省政府的投机空置税 那我们现在来说说最近联邦政府新推出的未充分利用的住房税 我们简称它联邦空置税 主要它是针对加拿大的公司和非加拿大的居民所持有的民宅或者是房产来征收新的税 它这个税令是为房产平估价的1% 需要申报的房屋都是为民用住宅 包括独立屋 半独立屋 年牌 公寓单元 以及是小于三个单元的公寓 如果您是一个公司拥有超过三个单元以上的一个出租屋的话是不需要申报的 那谁需要申报呢 那第一类呢就是非加拿大公民或者是PR的 比如说你是拿工签的或者是学签的或者是海外的人士 那就一定要申报 那第二类呢就是私人的公司或者是合伙公司或者是信托等等 持有了住宅的物业也是需要申报的 如何申报呢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去官网的下载一个叫UHT290的表格来填写 根据您的住址呢 你就需要邮寄或者传证到这个对应的Tax Center 或者是在网上online填写表格以下是步骤 第一步访问CRA网站获取访问代码 第二步使用取得的数字代码申报码进行申报 第三步如实填写物业的情况及 豁免情况 第四步检查所有信息无误后提交 提交成功后您将会收到申报确认的号码 如果您需要缴纳联邦控制税 但是忘记了或者没有按时缴纳 那么个人业主最低也要罚款5000加币 公司业主最低要罚款1万加币 联邦控制税的截止日期是4月30号 如果您有多套物业的话 你就需要分别申报 如果呢这个物业呢有多个业主的话 也是每一个业主都要申报自己的 根据您所在的这个住址呢 你就可以邮寄或者呢是传真到你对应的这个tax center 比如说我是在DC省 那我可能就要寄到DC省的这个tax center 那如果您是在中国那么你就需要寄到就近的中国的tax center 我们也会将这个地址呢放在我们的平衡区里面 加拿大的这个空屋税啊从市政府到省政府到联邦政府层层不拉 尤其是温哥华市那温哥华市的业主将面临三个这样的一个税 而我们住在列治文还好一点 我们只要申报两个税就可以了 而且业主呢你若是有两个人以上的业主的话呢 你每个人都是要申报 刚刚我已经强调过了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申报 我是雨晨 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私信我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